英国政府规定的 如果说一个英国人要和一个中国人结婚 他需要至少有一半八千六百英镑以上的收入 最近很多朋友关心我们 说目前物价这么高涨 英国的生活成本怎么样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 英国政府规定的 如果说一个英国人要和一个中国人结婚 他需要至少有一半八千六百英镑以上的收入 就能够确保他的新婚妻子来到英国以后 可以平稳顺利的生活在英国 这个一万八千六百英镑 一定不是派出脑袋提出来的 一定是有大量的统计数据得出的一个结论 目前呢也没有变 所以说从直观的最简单的政府数据上来看 一万八千六百英镑 可以一家两口保障一个基本的生活 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一个普通华人家庭 大概一年花多少钱 简单来讲 我觉得两万五千英镑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数据 这里边数据包括什么呢 包括一个月一千镑的租房 包括一个三五百镑的一个交通费 包括一些基本的自己在家吃的这些餐饮饮食费用 包括一些正常的牛奶鸡蛋面包 以及一些肉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当然如果你有孩子 如果你像私校 那如果说你每天或者每个礼拜出去下一栋馆子 那这个成本又是另外一个集成方法 我们如果专门的一集关于英国的一些阶层的划分 包括我个人的体验就是几个阶段吧 第一是超市自由 能够上超市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第二呢 餐馆自由 什么是餐馆自由呢 就是进到一个餐馆的时候 只看左边不看右边 因为右边是价格 如果你有信心到任何一个餐馆 只看左边不看右边 恭喜你实现了餐馆自由 剩下的是住房自由 你想住哪里你可以住哪里 不管你是住房还是买房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就是英国的这种几个自由的阶层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 邮轮大叔 谢谢